會怎麽打 我現在看都差不多 都是一個正常的開局 SOLA還是一直很想證明自己 SOLA算不算現在戰隊聯賽體系裏面 性價比很高的一個選手 帥 帥了是不是 帥 如果實力嘛 他也有機會能夠OQ對手 SOLA怎麼說呢 他除了面對頂級這幾個有點虛以外 其他都還是很穩的一個選手 他打誰都挺穩的 打國內的選手都很穩 打國內的我覺得 主要讓你掛一下那個文字連結 讓我來掛 我去哪裡 我去 Ray 打給你here 我這樣 把壤宅偷笑打不過手 都把壤槍換 thời李平价頭很大 對 都是裸裝開 看雙方會不會在這邊有什麼變化 你們想想看 曾经我跟YH1两个人 对不对 各种干猫姐姐干西瓜 都在他们脸上留下了半只脚印的 他们面对我们的时候 我们一点都不虚 而且我们是优势 可能你们会说西瓜猫姐姐这种 这两个太菜了 那你要知道我的搭档 YH1也不是什么高手 一个你们还含服4800分的一个重学 我觉得以前我们还可以 现在是真不行 以前你想想我们两个合体的时候 打着鸡鸽抱头鼠窄 鸟鸽门都出不了 你还记得吗 狗哥也死在我们的手上 教主也被大推移了 就无奈这两年越来越惨 上来拼狗独暴 狗独暴三开反正就正常打了 说我们吹起来了 妈的那都是呀 那都是我们当年的岁月 都是青春的回忆 是的呀 只是我们现在两个人现在菜了 你们好像觉得我们怎么样怎么样 当年真的还是有点东西的 狗哥打完之后都说我们的运营理念非常先进 一波打得又狠 不是我们真的跟狗哥打过来 你们这妈的不信 不信我们 很多观众都看过的那场比赛 温饭转转过帽神把我干了 你要知道当时我们把教主还是那个 我们把鸡哥吊起来抽完了之后 帽神在旁边瑟瑟发抖 当时让他来呀 然后帽神一句话都不敢说 是不是吗 其实后来我们不行的 怎么解释迈克赛的 我们想干就干 想怎么弄怎么弄 其实后面我们不行的 是真的 刚开始我们真的很强 你接龙塔 这里双方在开局上是出了一些分歧 我认为阿玛尼这个龙塔放下去 已经占据了这个比赛的主宗 而且他打得很偷啊 这么点狗 你这个赌爆 就敢这种龙塔放下去 这个狗逼真的偷 把他偷出来了 说啦直接提了房子速度 说啦倒打得老老实实 人就是包蟑螂嘛 这帮职业选手 现在这些打法 都是以快为快组成的 以前没有那么快 对不对吗 我们打不过那种快的 猫几姐我觉得完全我们可以打的 我告诉你 猫几姐老师不怕的 现在都打不了了 猫几姐可以打猫几姐 猫几姐很惨 看苏拉这边要怎么打 直接撑了两颗 他要直接投女皇一波了吗 他好像是知道他出飞龙了 直接投女皇一波了 还是怎么样啊 他变了那个投的房子吗 没有没有没有 他投不投女皇一波 他就女皇防守 他就抱女皇防守 然后对三本 然后出第一次慢慢打 看错了 看错了 我以为这个皮肤 看起来好像空头的 看错了 就正常防守 然后出三本的 你投女王 你能投几个女王吧 八个呀 八个你 你未必打得过那个好吗 你还不如从动女王呢 再带个从动啊投进去 还不如从动女王呢 这局面 其实 阿玛尼 有优势 阿玛尼很主动 现在飞龙出来之后 对 想怎么飞怎么飞 感染虫啊 这这用感染虫打飞龙 现在好像不太 不太有人用这种感染虫打飞龙 很少 很少用感染虫 一般都还是用 用飞蛇用的比较多 飞什么慢嘛 感染虫稍微快一点 而且可以埋地 感染虫就是第一波的东西 一致性的飞龙 你第一波如果说 对方看到你感染虫的话 你感染虫就没有用了 他会稍微分开一点 七个感染虫 这有点多啊 我觉得阿玛尼有可能会被感染虫 阿玛尼好像应该没有 不太可能会想到 对方会感染虫 按你的记录 哇靠哇靠哇靠 这里吗 没定好没定好 来来 没定再来定啊 他下面被狗 他怎么在强行打 是什么意思啊 不 他这个也没有必要去 其实当只狗已经把感染虫逼退了 就好了 你刚刚跑路不就好了吗 来乖滚 继续滚 真的是不给人活路啊 阿玛尼现在打得顺风顺水啊 这感染虫真的不好打现在 飞龙再吃 他现在节奏很爽 就一直压着打 但是有隐患的 有隐患的 对损失很大 有隐患 他这样的话一直送飞龙 他是有隐患的 还在爆飞龙 飞龙和狗 他慢慢要 可能要转型第一次了 阿玛尼现在肯定还是优势啊 他四货也开起来了 但这个优势就是被 可能被这个杆从一波定 把这个优势里面就翻回来了 他现在很难定得到 他现在知道你有感染虫 他就会很小心 有问题不大 所以感染虫是一次性的 他转第一次了 已经转飞龙转第一次了 够了 哎呀感觉没了 诶 主爆 主爆 这滚上去太痛了 哇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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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打个毛 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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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波滚到真的没了 刺手瞬间没了 他现在只能 只能反扑一波了 但是别人随便怎么给你打 你都很难打了 十三个刺手 不你出门 我给你换家就好了呀 后面就不知道给你打 你来嘛 上面再变第一次 只要手足上面就好了 家里面已经反正换完了 这局面已经稳超正机器 对 阿玛尼那么生猛啊 一路过关展向你 阿玛尼这个有点生猛啊 感觉这个ZVZ 这就是Superstar吗 你们别废话 我告诉你 老子妈过两天先去挑战一下猫姐姐 挑战什么 情急啊 你为什么要去找死 我们两个打他一个 为什么 为什么怎么叫找死嘛 不 真打不过啊 孙哥 猫姐姐没实力的我跟你说 猫姐姐姐就暴虚空我们也打不过啊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那么有自信吗 我是对他没有自信 为什么现在 孙哥现在 我为什么现在就不敢打嘛 我不敢打 我敢打的呀 你不认为你以前可是 干过那么多人的选手好吗 我敢打的呀 那不就好了吗 我们就一招 我告诉你 其他不过 就正常运营完之后 然后开始各种空投他 投他出不了门 对不对吗 好吧 你说了算 好吧 我帮你极限运营 孙哥 怎么进攻你来 怎么你妈的 你怎么把这种东西 都推到我身上 你妈你没有责任吗 难道 我有责任 我只要运营出足够多的兵 剩下的就是你来 你不能傻爆的 因为有点策略 你说爆什么就爆什么 我运营很好的 你说出啥就出啥 你说用什么东西组合 我就用什么组合 你不要慌 妈的今天晚 我去叫他待会儿 可以 今天晚上算了吧 今天晚上没时间 等等等 看弄到时间 我们下个星期再来吧 下个星期好不好 也行吧也行吧 你不要太慌猫姐姐 猫姐姐就妈的外墙中肝的典型 感谢球来我追不到 HYB的一个飞机 感谢兄弟 没什么实力吗 姐姐 但是感 说起来就是什么 中国四大神皇 其实就是 就是个巨大又是不胜难 我告诉你 执政官这个东西不是说一定要你的配搭档很强 你要这个双方实力差不多对不对 阴阳调和这个时候才能发挥出执政官最大的实力 黄哥是这种阳刚型的 我是这种各种换家绕路这种 大家把这种缺点弥补了叫互补 互补缺点之后 你的执政官的水平就会很高 虽然可能你们两个实力不是很强 但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们把自己的这个特点发挥出来 比如 不不不 比如Major代理平男 这两个人我就觉得很互比 对吧 Major 有头脑 但是操作不是很好 你陪你来你妈的四肢发达智商低 这个时候就很重要 他们两个 还是一样的开局 过一会儿给大家抽奖 跟大家说一下明天下午6点钟开始 禁帖就有这个 其实现在就有 禁帖有这个6周年的活动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禁帖城市广场耗点羊毛 对吧 有各种活动 如果住在附近的话可以去 对你如果在附近 比如说有有时间 明天下午6点钟之后 就可以到禁帖来参加各种活动耗羊毛 反正他们现场也会送很多东西 这个东西的 这个东西就是你在附近那你去 对 当然你自己 你反正在上海 如果你有时间也可以来 明天我跟Lozon都会去 我们也准备去耗点羊毛 我跟Lozon还有法人 我们三个准备 参加他的这个什么B1 有个什么Switch的活动 好像赢了可以赢Switch的 Lozon就看好这个Switch 反正你们有空可以来嘛 就13号线真被陆战 下来就有 几点啊 下午6点钟他们开始搞活动 反正你们有兴趣 你下来班放了学都可以 法人一听有这种东西 马上就来了 法列准备去耗一点 找两个PS5 好像没有PS5 我也不知道他们现场 现场应该没有 首先人 就那个肯定抽奖什么活动 可能人很多 对有各种活动 过来抽奖这种 其实也是足够热闹 大家抽不出来 抽不出来都不住 你就肯定在现场 肯定还有很多那种打折啊 这种各种 对对对 反正他们B2很热 很热闹的下面 因为六周年嘛 肯定有很多那种回馈 各种各种的用户的这种活动嘛 直接 沙拉直接一波了 沙拉忍不了了 直接一波 让你跳飞龙 让你个狗屁每天跳飞龙 我靠 是的呀 盘盘跳飞龙 你妈真当我 沙拉不会打一波是吧 阿妈你已经意识到了 该是各种插管子 三框放弃 我感觉就算这样也会不能顶得住 我觉得他还要变一派独暴吧 他不变很难挡得住啊 他想把气节约下来出那个 就挡不住了 你没有独暴 你怎么控制对方独暴吧 你控不了 对方冲进来你就死了 他太想节约器来 太想节约器来防那个 他把他太偷了 第一半戏就打了他太偷了 让你偷啊 他如果真的按一排独暴 沙拉还未必打得起 但你飞龙可能就慢 这个时候保密要剪 你还想着飞龙 你保住 比你再出飞龙再说呀 是呀 你肯定保密要剪 这时候怎么会想着 去出飞龙这种东西 他妈妈都拿头 第一盘就这样被头甩 然后沙拉就输了 他沙拉又不傻 感谢球奈我们英语 听说挂科的一个飞机 一些用 感谢用调 打回原形 当然没有 现在至少一比一嘛 把阿玛迪 之前把放个比较极端的战术 可能有机会把 苏拉给直接带走 对 那一半区还不知道 到底是谁晋级的 估计 估计是 Coreto打 打这个 Yes Coreto想要赢Coreto 还是比较难 里面他都输了 哎呀 现在是 那么多的这种线上的比赛 真的很挺 今天又是一个线上的一个比赛 明天的选手又很多 现在大好像线上比赛也经常打 他也 对呀 他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呀 对 以前是不打的 现在这次公布了这个ESO和GSO的 就韩国区和欧美非韩区的一个 大体的一个赛之情况的话 他们看完之后的话 他们肯定也知道 现在小比赛呀 线上比赛都要打的呀 要各种打 反正现在我们国内这边 就中国这边的比赛还没有全部公布嘛 中国这边反正明年 NEX是有的 NEX他们也准备搞成几个赛季 就是也是春夏秋冬这种 就可能一年三到四个赛季 然后他也准备去申请那个EPT的积分 然后也按全球那种预选赛的方式来打 就欧美赛区 欧美赛区美洲赛区和亚洲赛区 可能就可能NEX再开个中国赛区预选吧 对吧 然后这样去打 然后申请你EPT积分 然后战略联赛我们也还没公布 因为战略联赛还在确认一些细节嘛 如果确认好的话 战略联赛也会公布 只要公布肯定没那么早 毕竟现在才12月份嘛 对还早嘛 我们还在那个 对还早呢 战略联赛到时候会有那个 会有那个叫什么 呃呃 我们也是打两个赛季嘛 打两个赛季 然后跟以前是一样的 两个赛季 然后季后赛 然后明年还会多加一个比赛 但是具体是什么 我也不能告诉你 反正会多加一个 因为没有 官方没有公布 我也不能公布 对吧 反正就是最后战略联赛 会跟这个比赛结合起来 而这个比赛也会有 也会有一个线下的 俱乐部的一个这种比赛 明天明天战略联赛 就应该是一个线下的比赛 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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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 看疫情 也有可能线上就打完 反正我也不能告诉你们 是什么 但会有 奖金也不错 那个比赛奖金也不错 有没有新战队 那就不知道了 那个 呃 会 我们现在还在联系 Liquid 联系欧洲的一些战队 然后 反正现在NV 他们是已经确认要打了 NV 然后国内的这些战队 都要打的 到时候会打成一个 打成一个全球的战队的 一个联赛 战队花那么多钱买选手 战队再做成三个赛季都好 没钱呀兄弟 不是 法人听到做两个赛季 已经对着窗外在抽烟 妈个G 如果有钱的话 如果有钱 我跟你做四个赛季都可以 我没钱呀 真的兄弟们是没钱 真没钱 做两个赛季已经很贵了 你要涛涛奖金 对吧 涛涛奖金 涛涛这个制作费用 已经很贵了 法人对着窗外抽了多少个赛季 你知道吗 他叫法人去 你妈的东京白条 这帮狗奖金 反正反正这很贵啊 不是 首先我们其实并不希望这种做如果说没有一点商业就没有一点商业价值的话他存存的情怀但这个这件事情我们其实不希望这种做如果说没有一点商业就没有一点商业价值的话他存存的情怀但这个这件事情我们其实不希望这种做什么呢 包括包括明年你要想明年中国选手都要自力更生了对不对 那有几个估计明年有几个中国选手可能会被直接被俱乐部吃掉这也有可能因为俱乐部要成绩的话那他可能签一些韩国选手对 这个很正常的没办法 明年明年那个所有的俱乐部都对中国选手没有保护条例就是你你这个你有实力你就打没实力嘛俱乐部也不牵你这没办法你就只能靠自己练呀也保护两年了感谢球奶XZX明年GRE没有325的一个飞机感谢兄弟感谢兄弟啊 直接抱狗先压制然后转蟑螂一波对嘛SOLA现在就各种一波他觉得阿妈你是个偷逼就会就会出那个他觉得你是个偷逼啊跳飞龙啊我这妈的我现在就打一波不跟你多逼逼先跑一波狗然后直接转蟑螂一波哎呀我跟你说现在SOLA他们都没有反手反手放个那个的就反手放个赌包虫草其实是最好的不这个这个放赌包虫草 独包虫草有不感觉像普农民吧现在他还要打一波没有啊爱波章蟑螂直接一波了呀然后然后家里面这个时候反手一个独包虫草你到门口独包也不要多两三个就够了是不是嘛 他已经不打算独包他直接站了按照对但是我我跟你说就反手一个独包虫草其实是最好的 这个时候要让阿玛迪开呀要让阿玛迪开三框呀给他录个破绽这个时候 他比如说比如四五条狗被撞一个独包对吧让阿玛迪感觉安全 已经在路上了哎你说是不是反手放个独包虫草这个时候你这几条狗变 哎呦说了这操作有点好你这几条狗变个四个独包是不是就稳赢吧 直接撞上去就A死了他管子都没用 这个管子 蟑螂已经到了来了已经来了 说了已经吃透他了直接点直接点对 上去对的上去也可以上去给你狗换这个是对的好蟑螂就换你独暴嘛 换女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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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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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心没地板起不来啊 来两个但是太太少了这个蟑螂太多了 好他是留得起来变混乱了 打阿玛迪就打一波就结束了是吧 那是打索拉他打一波 那么他给你打阿玛迪稳着打的 他不会跳飞龙的 索拉已经把阿玛迪吃透了 他不跳我跳 他不跳我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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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